來 我們來看看這個名次怎麼做 名次呢 所用到的公式 就叫做 RANK 等於 R A N K 好 R A N K裡面 不要選上面兩個選這個就好 R A N K RANK 好 等一下 我怎麼說到這裡 重來一次喔 等於 它這裡都 重來一次 等於 R A N K 然後呢 瓜胡 你看 這邊它其實有 仔細小小的看它有英文 然後逗點又一個英文 逗點又一個英文 第一個是說 誰要出去 是哪一個數字要來比對 那 它這個 假設我是拿總分來比對 所以第一格我放總分 第二格呢 是 它要跟哪一些 哪些數字比對 第二格是說 它要跟哪些數字比對 所以第二格呢 它就整個選起來 它跟這一所有總分 就是說 我這一格分數 跟這所有的總分去比比看 它應該在排名第幾個位置 OK 所以 基本上是一個 然後逗點 然後再一個區域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 第三個 可是這第三個 可有可無 所以我直接刮起來 然後按Enter 然後按Enter 名詞跑哪去了 我寫到別的地方去了嗎 我再一次 從這裡 等於 R A N K 然後刮補 第一個 是要放 哪一個分數要拿出去比 唉 這又跑出這種東西來 我直接用 叫做 H4 H4拿下去比 然後呢 跟哪一段呢 就是跟這裡的 所有的總分 下去比嘛 看它在 看它 是 排第幾嗎 所以跟那個區段的 所以那個區段是H4到H10 所以 H4 冒號 H10 那第三個 可以不用打 等一下我再講 第三個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先打兩個 Enter之後 哇 第四名出來了 那照理說 這底下 原本不會跑出來的 我剛才講說 這是因為它可能有射到 什麼東西 它自己跑出來 我們先不要管它 好 然後呢 你當然你會自然而然 就看一下啦 唉 跑出來結果 唉 我怎麼會有兩個第一名 409 456 為什麼456是第一名 409也是第一名 錯在哪裡 錯在 別忘記喔 我們先看這個公式 好 我打正攻在這裡給各位看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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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不錯 有人發覺了 固定的問題 只要你沒有打這種固定的話 它就會 你下拉它就會跟著變了 那你覺得哪幾個要固定住? H1 對,這個連續範圍的要固定住 前面這個不要固定喔 因為我到下一格來 是要H5去跟這個區段去做比較 下一個就是H6跟這個區段做比較 所以那個區段你要固定下來 所以第一個是你要把這個 這個冒號前面的H4先選起來按鍵盤的F4把它盯住 然後呢到哪一個?H10 這個也是把它選起來按F4把它盯住 然後Enter 之後呢你再把這個往下拉 答案出來 所以第一名是456 各位看有沒有比456還高?沒有嗎? 第二名是4445 OK 那如果各位 像剛才各位 有些人發覺說 欸為什麼這邊 全部都 右上角都有綠綠了 我跟各位講 因為就是這個是以Sale判斷的 它判斷有可能錯誤 它只是判斷 但是 並不是絕對 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看到這個 會覺得好像有點擔心 是不是你很多寫錯 但是真的在印出來 是看不到右上角這個綠色的 你列印的時候是看不到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 所以這個名次的公式 等一下我也把它寫在上頭 我現在順便做一下好了 好 明次的公式已經弄好了 在這個地方 給各位看 那我先儲存一下 好